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岁的时候就考中了进士 那么在当时他做了官以后 在当时主要是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 还有一派是保守派 就是吕一俭 以吕一俭为首的保守派的斗争 他是站在了革新派的一边 也就是站在了范仲淹的一边 后来就遭到了保守派的严厉的打击 然后每次都被贬官 等到晚年的时候曾经做过官 就是做了一个疏密副使 疏密副使就相当于中央的军事机关的副长官 也不是政官 还有参支正事 参支正事相当于副宰相 那么他做了这些官职之后 政治立场也慢慢的变得保守了 不像年轻时候那么的激进了 那么他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是这个北宋文坛的领袖 也是古文运动当中唐宋八大家之一 除了在古文之外 他在诗啊词啊方面也非常有成就 为人呢比较这个刚直 然后特别喜欢这个贤才 特别能够提拔后劲 你比如说他团结和培养了 像王安石啊 曾拱啊 苏氏啊 像这些很多的在当时的文学家 都是他提拔出来的啊 现存的话呢 有一本书叫欧阳文中公集 然后大概还留下来153卷的 这样的一些内容啊 那么呃 国文官者当中选了他这篇议论文 叫彭党论啊 彭党论 我们看看他主要的观点是什么啊 先看第一段 陈文彭党之说 自古有之 唯性人均啊 唯性人均便其君子小人而已 啊 这个开篇很简单 开篇是说呀 我听说呀 关于彭党的说法啊 从古 从古时候就有 只是希望君主啊 能够辨别 他是君子的彭党 还是小人的彭党 也就是有没有彭党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是君子之彭党 还是小人之彭党 有彭党分为两种 一种是君子彭党 一种是小人彭党 唯性人均 人均就是希望这个国君啊 啊 君主啊 能够辨别 他是君子的彭党 还是小人的彭党 大凡君子与君子 以同道为彭 大凡君子和君子之间交往 都是因为 志同道合而结为彭党 小人与小人 以同利为彭 那么小人和小人呢 是因为私利相同 而结为彭党 此自然之理也 所以开篇写的 非常的单刀直入 然后就把中心论点 直接写出来 大凡君子与君子 以同道为彭 所以君子之间 以道为友啊 上道啊 小人与小人之间 以同利为彭 主要是讲什么呀 利啊 此自然之理也 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看第二段 然成为小人无彭 为君子则有之 但是呢 我认为呢 小人他是没有彭党的 只有君子才会有彭党 其故何灾 小人所好者利禄也 所贪者财货也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小人呢 爱的是利禄啊 是贪的是钱财啊 贪的是钱财 当其同利之时 赞相党 也意为彭者 为也 当他们的利益 相同的时候 就暂时的 暂且的相互勾结 作为彭党啊 作为一伙人 为也 这是假的 即其建立而争先 或利尽而交书 则反向贼害 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然后等到他们见到利益的时候 就争先的抢夺 或者利益 抢完了 交情呢 就慢慢疏远了 然后甚至呢 反而呢 相互的残害 即使他们之间是兄弟亲戚 也不能彼此照顾 所以叫不能相保 故 尘位 小人无朋 其暂为朋者 为也 那么 所以 我说呀 小人呢 他没有朋党 他们只是暂时 结为 结为 朋党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所以这段呢 就是讲小人 结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利 利尽了 大家呢 关系就又不好了 即使是兄弟亲戚 也不能相保了 看君子 君子则不然 君子 君子却不是这样子的 所守者道义 所行者忠信 所惜者明节 以止修身 则同道而相义 以止士国 则同心而共济 始终如一 此君子之朋也 好 这里边讲了君子之朋 什么特点 他们信封的是 道德和义礼 就是道义 实行的是 忠诚和信用 珍惜的是 名声 名誉和气节 他们用这些呢 来修养自己 就志同道和 相互促进 他们用这些来服务国家 就能团结一致 同舟共济 始终如一 这就是什么 君子之朋党 那么这样的话 国家就治理的会 很好了 很好 好 这是把 先把这个整个的 他的观点写清楚 然后下边呢 他会接着开始 举举例子 故为人君者 担当退 小人之伟朋 伟朋用君子之真朋 则天下至义 则天下至义 那么所以做君主呢 应该干什么呀 退 就是赤退 就是不要跟那个 小人之朋一起玩 一起玩 赤退 之伟朋 这个写错了 应该是伟 之伟朋 之伟朋 然后呢 用君子之真朋 真朋 则天下至义 一定要用君子 他其实这篇文章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他和什么有点相似呢 和那个出师表 诸葛亮出师表说 亲贤臣 远小人 有点相似 有点相似 好 下面再举例子了 姚之时 小人公共 欢都等 四人为一朋 君子八元八楷 十六人为一朋 这是讲到姚的时代 在唐姚的时候呢 小人公共啊 欢都啊 等四个人 就结成了一个朋党 这是欢都 公共 这两个人名字啊 为一朋 君子八元八楷 十六人为一朋 君子当中的八元八楷 十六个人 结成了一个朋党 结成一个朋党 这是姚之时 接着看顺之时 顺左姚 退四兄 小人之朋 而进 远楷 君子之朋 姚之天下 大志 那么等到 宇顺啊 这个这个 大宇的时候啊 到到到 大宇顺的时候啊 然后呢 辅佐唐姚 然后赤退了 四兄结成的 小人朋党 引进了八元八楷 结成的君子朋党 那么唐姚的天下 治理的就非常好 可以看的 这四人呢 称呼就是什么呀 就是伟朋 然后这个君子呢 就是这样 这八元八楷 就是真朋啊 真朋 至于说他具体讲什么内容呢 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这个八元八楷 简单说的 元呢 主要指的是善良的人 楷呢 指的是忠诚的人 这个在历史上都有记载啊 都有记载人名字啊 嗯 那么四兄就是指的是公共 欢兜 三苗和滚等四人 然后结成的四兄 然后呢 姚呢 天下大治的主要原因 是用了真朋 即顺自为天子 而高 奎 纪 谢 这个念谢啊 谢等二十二人 并立于朝 更相称美 更相推让 凡二十二人为一朋 而顺结用之 天下一大治 这边开始讲是 顺时的时代啊 姚的时代是因为用了 这些好人 这些君子之朋 所以变治理的非常好 那么呢 到了大宇的时代呢 到了这个宇顺的时代呢 就做了天子之后呢 高 高 奎 高瑶啊 奎啊 还有这个 纪啊 还有谢啊 等二十二人 一同呢 在朝内做官 相互称赞 相互推让 然后共二十二个人 结成一个旁档 那么宇顺呢 都重用他们 天下治理的也非常之好 书曰 书呢 指的是上书 上书说什么呢 咒有成亿万 为亿万心 周有成三千 为亿心 上书上说 咒王 商咒王有千万个臣子 他就有千万条心 亿万就是很多人 有成很多 亿万 那么呢 周呢 他有三千个臣子 却只有一条心 也就是说他们 有成三千 为亿心 为亿心 一心一亿的意思 咒之时 亿万人各亿心 可谓不为彭义 不为彭义 那么 呃 商咒的时候呢 千万个人 各有不同的心思 可以说 不结彭党了 然而 商咒王 却因此亡国了 然 咒亡国 啊 周五王之臣 三千人 唯一大鹏 而周庸以兴 周五王的臣子 三千人 结成一个大的鹏党 然而呢 周朝却因此 兴盛起来了 好 后 这个后 汉献帝时啊 后汉献帝时 进取天下名士 求尽之 慕为党人 慕为党人 后来呢 到汉献帝的时候呢 把天下的名士 全部都抓起来 当做什么呀 当做党人 就是抓党人啊 即黄金贼起 汉石大乱 后方悔悟 进解党人而视之 然以无就矣 等到黄金军 开始起事的时候呢 汉朝大乱了 后来才反人醒悟 释放了 全部在押的这些党人 但是局势 已经无法挽救了 这是讲到 汉朝的灭亡 都怪怎么样 抓这个鹏党啊 把天下名士 都抓起来 唐指晚年 建起鹏党之论 等到唐朝末年的时候呢 也逐渐兴起了 鹏党的争议 即昭宗时 禁杀 禁杀朝之名士 或投资黄河 曰此辈清流 可投浊流 而唐随亡矣 那么到唐昭宗的时候 全部杀害朝廷的名士 把他们全都抛到黄河里 说这些自称为清流的人 可以把他们抛到浊流里去 让他永远也清不了啊 而唐朝就这样子呢 就这样给灭亡掉了 这个唐子晚年呢 他其实是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大致在唐朝的 暮宗之宣宗的年间呢 朝臣之间就产生了两个党派 一个以李德鱼为首的 一个是以牛僧乳为首的这样的两党 牛里党争 两派施不两立 斗争延续了大致有四十年 我们称为唐朝时代的什么呀 旁党之争 旁党之争 所以这里边讲到唐朝的旁党之争 还讲到集昭宗时 这后边的三句讲的是 其实是唐哀帝天佑二年时候的事情 因为唐哀帝的时候呢 有一个权臣叫朱温 也叫竹泉忠啊 就是朱温啊 朱温他在河南呢 就又杀了朝廷的那些 呃一些一些被被将之贬官的 比如宰相啊 吏不上书啊 公不上书 他把他三十多个人 物为旁党 然后把他们都杀掉了 那么天佑四年的时候呢 朱温就夺了地位 改国号为梁 所以这个文章写的是 纪昭宗时 其实这个这个准确的是呢 应该是昭宗呢 是哀帝前的一个皇帝啊 一个皇帝 应该是 其实本质上应该是唐哀宗 呃天佑啊 唐哀帝啊 天佑二年时候是 你这905年的时候啊 所以他可能是物济了啊 这个地方可能是个物济啊 而唐隋亡 最后唐啊 灭亡掉了啊 灭亡掉了 这些举的都是例子 来论证他的观点啊 福前世之主 能使人人一心 不为蓬 莫如咒 莫如咒 从前的君主啊 能够使人心 各怀一心 不结成蓬党的 没有谁能比达上咒网 就是每人都有 他自己的想法啊 就像咒网一样 好 能禁绝善人为蓬 莫入汉县地 能诸禄清流之蓬 莫入唐正 唐昭宗之士 能够禁绝好人 结成蓬党的 没有谁能比得上 汉县地 能够杀戮清流蓬党的 没有哪个人 能够比得上唐昭宗的时候 然 结乱亡其国 然而呢 他们的结果都是 使国家混乱 而且灭亡了 更相称美 推让而不自已 莫入 顺之二十二臣 顺 以不移而结用之 那么然而呢 都是他们的国 然而呢 彼此相互称赞 相互退让 没有一点疑心 也没有谁比得上 姚顺 这个二十二个臣子了 与顺呢 也不疑心 并且还重用他们 然后可是呢 然而后世 后世不翘 顺为二十二人 蓬党所欺 而称顺为聪明之圣者 已能辨君子于小人也 你看看顺 顺呢 手下呢 就有二十二个人被 但是后来的人呢 没有人去责备说 与顺呢 被二十二个人 结成的蓬党所欺蒙的 反而大家都来称赞 与顺是智慧超群的圣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呢 是吧 周五之士 举其国之臣 三千人为 共为一蓬 自古为蓬之多 之多且大 莫如周 莫如周 然后周五王的时候 你看他把国家的三千臣子 全部结成一个大的蓬党 自古以来 蓬党人数之多 范围之广 没有谁能比得上周五王的 周朝的 然而周朝却因此而兴盛起来 然周用此以兴者 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是因为好人虽人多 却不会显多呀 就是他把所有的君子都结成了一个蓬党 那么把国家治理好了 截乎治乱兴亡之际为人君者可以建议 那么这治乱兴亡的历史事件呢 做君王的可以怎么样 作为借鉴了 作为借鉴了 好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的总体上在说什么 那么蓬党论呢 他主要是欧阳修在批驳保守派代表人物 像吕一简这一帮人 他们都在攻击范仲淹和韩琪的这些革新派 它是一篇政治议论文啊 文章在开篇 开篇名义就提出了君子啊 提出了君子以同道为蓬 小人的以同利为蓬的这样一个中心观点 然后列举了各个朝代的势力来论述 兴亡治乱和蓬党之间的关系 他说明 他说一定治理国家必须要干什么呢 退小人之尾蓬而用君子之真蓬 所以说整个文章用的历史事件都是进行了宣明的对比 排比啊 反复的句式 用的很多 然后增强了文章的这样的一个气势啊 思路特别的清晰啊 可以说这篇文章呢 还是有非常多新的见解 包括对我们今天的启发 就是说 接不接蓬党不重要 而且人类自古以来就有蓬党 重要的是要君子与君子结为蓬党 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啊 好 这篇文章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